包包我的工作 這樣子很奇怪 然後每個鄰居都沒有該配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對啊 所以我就是剛來台灣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有點奇怪 是很亂 有可能就是別台灣人是一樣的 或者是 可是聽說不是這樣子 他真的很奇怪 我的同事 我的外國同事都會覺得 你這樣覺得很奇怪 他們覺得怎麼可能 好 然後呢 反正那一天我就真的還蠻氣 有點氣婚頭了這樣 於是我就立刻跑去樓下 我就跟他講說 請你以後東西不要再轉交給我的鄰居了 然後我就有點就是 講話就還蠻實在跟他講說 我每個月付你管理費 就是請你把這份工作給做好 我說如果一件事情要兩個人做 或是還要叫我鄰居完成的話 那我把管理費給鄰居就好 幹嘛要付給你 然後他就生氣了 當然啊 你覺得這句話很insulting嗎 其實 會 可是真的不對 我想要make my point clear 我覺得你今天你沒有想清楚 為什麼 我今天付這個錢 那他今天又不是保全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今天什麼掛號信 他都會把什麼掛號信的郵差 都放到各個樓層 就是那你自己上去請他簽收還是怎樣 那我就會覺得說你今天 他也不可能幫你打擊犯罪 我們 他也沒有幫我們打掃樓梯間 也沒有幫我們收垃圾 基本上他每個月他就是幫我們收包裹 跟在那邊看來看去 看有沒有閒雜人等進出 那我的感覺只是會覺得說 我每次都去 你每次都把這件事情麻煩給各個鄰居 那我們幹嘛要付你管理費 其實我覺得他的工作 就是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有門就是他都鎖好 其實他都已經有security 對 因為他在的時候 當然門是打開的 可是因為他在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還是會在外面跑來跑去 如果一個人真的要進去的話 我覺得他們比較 他在的時候比較容易進去 其實 因為他在的時候那個門都是打開的 其實 所以我覺得他 有差在 不是比較安全 所以我覺得他保護我們的安全 不是 第一個他真的不會保護到我們的安全 對 所以我覺得他 所以我認為他的工作 只剩下收包裹 對 那收包裹這件事情 你都做不好的話 嗯 我每次 我就會覺得說 那真的是付這些錢 是搞什麼鬼 對 然後反正後來呢 事情就演變到 反正他就很生氣 那後來我回去想一想 我覺得我這樣講話 確實還蠻傷人的 雖然說是非常實在的一句話 可是你也知道嗎 真實的話總是會傷人 那我就想說 那算了 我還是跟他道個歉 就跟他講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太心急了 所以才會口眉遮攔的亂講話這樣子 然後我就跑下去 我就留了一張條子給他 我就寫說 不好意思 我說其實 可能早上起來 那我東西受不到 我很心急 那我講的話 可能就是冒犯到你 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沒關係 下次你就把東西 放在我們家門口就好了 這樣子 然後他也 反正後來跟他打到招 他說 好啦沒關係 我脾氣也不好 反正好大家兩個應該就 看起來就沒事了 然後怪異的事情也發生了 然後我那天晚上啊 就是上完班回來 我發現 有一個鄰居啊 寫了一張條子 然後這樣公然的貼在 我們大樓的公布欄 他的字就寫說 管理員先生 就是請你上班 下班 就是請準身上下班 你有時候都會早走 然後我一看到 我就覺得 哇這事情也太巧妙了吧 就是早上我才跟他 有一些小症症 然後晚上立刻就有人 挑出來說 對然後你這也沒做好 的感覺 你不但收包裹沒收好 然後你那個 上下班時間也不固定 對 好 那我就覺得 我真的覺得他會 以為 會是我對不對 對好 所以Shen就說 很多我旁邊的人都說 你完蛋了 人家一定會覺得是你 我就說可是自己又不對啊 他就說 而且我說你不覺得這樣很明顯嗎 他說可是 想一想怎麼想都可能是你 好 我就當了替死鬼 然後呢 就後來呢 隔了大概兩個禮拜以後 就是大概上個禮拜 我呢 就是要去一個朋友的party 所以我就訂了兩瓶酒 荔枝酒 然後酒商也是很蠢 就是酒商就把我把兩瓶酒放在提袋裡面 也不封箱 然後呢就交給管理員 然後管理員就當然就如我所說的 就把他放在我們家的門口旁邊 下班呢 我回來以後呢 我就把酒拿進來 我想收到東西了 我一看酒 酒被人家開了 然後倒了半瓶 就空了半瓶 好 這個時候我想要請問大家 你們覺得這個犯人到底是誰 A 我的鄰居 不但破壞我的傘還偷喝我的酒 B 就管理員 C 酒商自己送貨員 你們覺得是誰 因為你知道我就跟酒商換 酒商當然就會覺得說 你自己偷喝半瓶幹嘛還跟我換 真的啊 那你就覺得我心情真的很悶 我覺得都沒有人相信我講的話 然後 我就昨天就跟我爸爸媽媽也是 這件事情又會 因為我都很喜歡去跟人家 在那邊講這件事情嘛 complain 又很愛complain 那我爸媽都說 不可能是管理員啊 那太明顯了 我說那我覺得字條應該也不是我留 可是大家都覺得一定是我留的啊 對 這件事情我覺得管理員脫不了關係 我覺得最不可能的人 就是最有可能的人 嗯 對啊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對啦反正我覺得就是 就是當然啦 如果你有在follow我的plown的話 大家可能已經就聽過我complain了 可是因為在節目上 我還是很想用自己的話 再跟大家complain一次 這些事情的發生 然後昨天爸爸跟媽媽來我們家做客 我媽就帶了一把傘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媽說我都傘不見了 我放在你們家門口 我說好 誰叫你放在我們家門口 可是我就討厭我們 迫不及待把我們東西都偷走還是什麼的 結果後來我媽就說 沒有啦其實是我自己放在爸爸車上啦 對 所以我現在都不敢把任何東西 寄到我們自己家 對啊 也不敢把任何東西 因為在下雨 我怕去外面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 因為我的拖鞋 拖鞋 就是有點濕濕的 所以放在門口 然後 然後 被生鞋 被生鞋 被生鞋發現說 欸你幹嘛這樣子 我說你幹嘛 很破爛的 拖鞋 這裏有那麼害怕 我就說你怎麼會把拖鞋放在外面 到時候會不見 對 而且我又說 對齁 會被人家拿著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怎麼坐在這邊 然後做的不安心 然後像我妹就說 很奇怪 Shane還好 否則如果那個人要讓你們心情不好 他就可以偷一隻 一隻 他不會偷一雙 他就可以偷一隻 發現你的妹妹其實還蠻好笑的 你也不能穿 其實我覺得後來這件事情 我跟不同人complain 後來我們都會一起笑 因為像馬丁 我就跟馬丁講說 馬丁我的傘怎麼辦 然後馬丁就說 很簡單 你就像鬼入鏡一樣 架個camera 你就會發現其實是傘自己 啪啪啪然後把自己弄歪掉 他說其實傘會自己收起來 會自己移動 然後自己把自己的傘骨折斷 其實是他 還要取自動的嗎 對啊 他就說其實傘有鬼啊 會取自動的 然後酒是自己 自己把瓶蓋打開 然後自己還倒 然後倒了斷頂 然後再自己立正 然後再把自己拴起來 其實可以 他說你可以這樣搞一下 是還蠻妙的 我覺得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反正後來我就在 鋪浪上面跟大家分享 後來大家就好像跟我講 很多碰上惡鄰居的一些事情 哦 真的 他們說其實 住一個地方 其實鄰居很重要 對啊 我真的很奇怪 因為如果沒有發生過 就是管理員的 管理員 管理員 你喜歡講管理人 管理員員嗎 管理人員 叫管理員 俗稱管理員 管理員 管理員 我覺得 如果沒有碰過 就是那個 就是 跟他有一些 相 相處 相處的問題 嗯 我覺得 那我們鄰居都 對我們還不錯 而且我覺得 他們都 不算是低級的人 他們都 應該還蠻有錢的 很有 就是看他們 對 他們都很 很 就是 對 他們都一家庭 有小孩 對 然後小朋友也很有禮貌 對 他會自己跟我打招呼 說你好 還什麼的 真的很難想像 我們真的會發生 就是那麼多問題 對啊 那我就會跟美根講 美根就說 她說有沒有可能 就是人家就是看你不爽 有可能 看我就是不爽 就是討厭外國人 對啊 然後討厭嫁給外國人的 台灣女生 哦 然後昨天我跟 我妹妹就 我們不是從威爾康買東西回來嗎 妹妹就說 哇你們門口 聖誕樹真的好漂亮哦 有可能是他們 嫉妒 對然後我妹就說 怪不得你們討厭嫁 你們那麼高調幹什麼 聖誕樹就是要放在門口啊 放窗邊 她說那誰叫 你要被人家看到 我跟炫海想說 聖誕節來了 我們要弄很多那種 因為我們家有個很大扇 落地窗 我們要放很多燈泡 叮叮叮叮的那一種 其實非常高調耶 所以我突然會覺得 其實討厭嫁也是 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超級高調的啊 可是其實我都會覺得 就是以我的感覺來講 我覺得 台灣人都 如果有一個外國人 在他們的環境裡面 他們會覺得還蠻好玩的 對他們都會覺得還不錯 或是 有一個聖誕樹 聖誕樹 他們都會覺得 還蠻高級的感覺 很有feel啊 所以我都會覺得 他們應該只是 謝謝我們才對 謝謝我們哦 對啊 所以要管理費幫我繳嗎 對啊 所以要幫我代收包裹 然後管理費可以幫我繳一下嗎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管理人 我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管理人 其實也蠻bother我的地方 就是 他的那個痣的毛越來越長 我好害怕哦 我當然這最後一句話 真的就不能怪他啦 那是 那是他自己的那個 好啦 我現在還是會跟他打招呼啦 大家就 看似相安無事 不要讓他白日話就好了 好啦 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惡鄰居囉 謝謝聽我們導演 真的很謝謝你們 那下一集的話 可能過年後再說吧 OK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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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